此外 各自隐蔽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别开枪 好 走 坐好 跟着 他们就在前头 跑不了大家跟我追 快点 快 跟着 林先生 您醒了 我们要转移了 你看看 这想修炼成经啊 也没那么容易啊 来 大把手 您让我扶起来 好 都收仔细了 动手 续 走 搜 弟兄们 都搜仔细了 他们肯定跑不远 没冲通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开枪 走 往那儿搜 快点 走 快 走 上 杀疯兔子 兄弟们 撤 杀疯兔子啊 撤 杀疯兔子 别吵 你们干 别忘了他们的任务 走吧 走 来来来 来 来 这儿呢 杨先生 小辰来了 这吴承恩在西游记里 总是写这个经那个经的 现在我毛泽东 在这蜘蛛洞修炼 就是蜘蛛经的 说吧 是不是 那个苏宇又来了 是的 他们正在外面收拾那些反动民团呢 首长 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 陈毅同志 已经带着党中央 给四军前委的重要指示 从上海回来了 四军前委啊 马上就要来接首长 回四军前委工作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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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杨先生那个鬼家子 这人做久了 连颤都站不起来了 还削个帮手 这俗话讲得好啊 一个礼板 三个庄 一个好汉 三个帮啊 走啊 我扶着您吧 好 下手掌敬礼 毛主席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健好 而一个使关中国革命前途 和人民军队建设宗旨的 思想框架 已经在领袖的心里 酝酿成形 小李啊 王队 这段时间辛苦你喽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毛园 您得保重身体要好 好呀 特之外 辛苦喽 敬礼 保重啊 保重 保重 毛园保重 保重啊 好 我们完成任务喽 我们完成任务喽 我们回家喽 回来喽 昨天啊 咱们这个次算是立功了吧 这不做立功呢 什么做立功啊 是不是老李爱 没杀冯兔子 反正我没觉得立功 保卫首长啊 才是咱们的首要任务 冯兔子跑得了 今天跑不了 明天 你看 还是不见鬼熟啊 谁啊 这位是庄老板 干什么 我来找营长给庄老板结账的 结什么账 咱们队伍每天吃的米 面 地瓜 还有姜菜什么的 这庄老板工的货 对对对 这位庄老板呢 以前也在咱们部队里待过 都是自己人 你别为难人家 今天不能去 这队长官 我真的是这个队伍的老人 我还参加了我们第一次的战斗 我一枪 打死好几个白狗子呢 那么厉害啊 是 是 你这儿又有点吹大了 你就拿着把菜刀缩着脖子 你哪儿来的啪啪啪开枪 反正我是参加了我们第一次的战斗 吹长官 咱一回上 二回就熟了 您先抽个烟 抽个烟 孝敬您的 孝敬您的 胖子 可以找营长去了 让你进了吗 一包烟就想收满活 没礼貌啊 是不是有点瞧不起人 吹长官 您这就有点为难我了 我给我们自己队伍的 都是没什么转头的 你要让我再额外孝敬您吧 我就赔钱了 再一个嘛 我当时就受不了白狗子民团他们 又是白吃白拿 又是民抢的 生意做不下去了 就一把菜刀参加了我们侍卫队 我就知道我们红军队 我是不会乱来的 您看出来啊 您这还懂政治呢 给我上政治课呀 没有 不是 我是 您不信 您别不信啊 您看 我这账本都有 我真没什么转头 来 我给你算一下 这是我的竞价 三百六十七加一百五十字 十不十字 这位长官 您这就有点太不讲理了 是部队欠我的钱 又不是我欠部队的钱 行 我跟你说不着 我找您长去 来两个人 我给我抓下来 是 抓下来 你以为我好好说 他就我 老师 老师 你这什么作风啊 还是我们老百姓 自己的队伍吗 你这就是国民的反动派 就是白狗子 我知道 是 给你点脸了 什么事 这几天 我们能有心跟毛委员在一起 我觉得 我们变化都挺大的 小哥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上了 有什么变化你说说 叫的原 你突然这么一问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这样 大伙也都走累了 咱次我也来歇歇 来 坐 你这个话没说完呢 你得说呀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怕什么 说对了 大伙给他鼓鼓掌 说错了 我们又不咎你小尾巴 是不是 说 说吧 行 那我就说 其实我心里最想讲的是 之前我都不懂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们红军和白军 真是完全不一样的队伍 红军是一支有使命的队伍 这个使命就是推翻旧世界 解放穷鬼 小哥这句话 算是把我心底的话给说出来了 我呢 大伙也都知道 这个肚子里的墨水 比人家小哥也多不了多少 大道理我也不会说 我就说一件小事 那天晚上 我给人家毛园洗脚 袜子一脱开 我一看人家脚 我 我说毛园 你这脚上怎么跟我们一样 长了那么多厚厚的简子呀 你猜人家毛园说什么 说我这个脚长简子就对了 说明了中国革命 它不是坐火车来的 是怎么来的 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人家毛园还告诉你 说中国的革命啊 不能以蹴而救 真是得从实际出发 一步一步地走过去 虽然说 前面有很多的艰难困苦 但是只要方向对了 我们一定能够走向胜利 所以同志们 咱们这几个党员骨干 回到独立营以后 一定得担负起表率带头作用 把这个骨干的作用拿出来 我们独立营 就一定能成为一支合格的红军队 大伙有没有信心 有 没有 没有 我不是说这方面没信心啊 我是觉得这个大家总叫我 叫我那个 二狗二狗的 你不跟我叫的没面子 哎呀 教员你别笑你 这二狗的二狗的是个贱名 咱大家都知道吧 人家父母是为了好养活得起 这么个贱名 可是咱现在是红军了 而且 你刚才说了 我还是红军战士里边的骨干 你不能再叫我二狗二狗了 是不是 得叫我大名 大狗 大狗 我叫孙大成 孙大成 这首个大名 那个 我听明白了 我觉得大成同志 这个要求特别好 为什么呢 他体现了我们红军战士的尊严 对不对 对 我现在跟大伙说 以后谁要叫人家孙大成同志 为孙二狗 我就跟谁急 听明白了吗 行吧 二狗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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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孙大成 大成 我叫孙大成 在史称古田会议的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通过了毛主席亲笔起草的 古田会议决议 确立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 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这一根本性质 煮就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都会变成 但是 都会变成 认识 为了 为了 两分之一 以后 则包装 都会变成 一家 就不变成 意味 我们真还少管几天饭 游着他们走 农贤扛枪 农忙种地 我们的队伍真特别 我说老唐 你说话别总骨头里夹着刺行不行 教导人不在家 战士们家里分到土地 你总不能让他们袍荒吧 回去干几天活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游着他们吧 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 你这人啊 有个毛病 就是喜欢瞎琢磨别人 你哪只眼睛看出我心情不好的 我哪有闲心思瞎琢磨别人 我这不关心你吗 你也别装了 别的事我不敢说 不对礼的事 当兵这么多年早看透了 你看啊 你捐了家产 你现在给共产党创建这支队伍 他们肯定高兴了 可是你在部队年头少不知道 部队分嫡系 庞系 就你这样的 再掏心瓦干 人家不会拿你当嫡系 老唐 老唐 我警告你啊 你说这种话别当着我们说 我们也想成为谁的嫡系 这不明白着吗 把我们晾这儿这么长时间 他们干什么去了 话都说了 你自己琢磨琢 心里有个舒服 陈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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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啊 陈医院长 你给我评评理 谁给你放出来 我 我放的 抗命啊 什么抗不抗命的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是不是应该关你禁闭了 关我禁闭 你也不得做饭去 陈医院长 住手 干什么呢 班长是谁 怎么教的 赛河长官警队 我冲死 怎么回事 这个人 肩上 违反苏维埃买卖公平条例 看我们独立英军想 把他关起来 天在上 地在下 良心在中间 我庄上人对天发誓 陈医院长 我在你手下干过 我绝对不可能多赚我们革命队伍 一个同伴 陈医院长 你看我这都有账 我有账 陈医院长 我给你算一算 算一下账 再扫给砸 谭议长 行了 行了 我相信你 不可能坑我们独立营的钱 对不对 我肯定不会坑 算了 算了 可是 他凭什么管我禁闭啊 你要给我做主 好了 老庄 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多担待点 这个事 就不要再提了 传出去不好听 我冤不冤 何气生财 赵总员回来了 同志们 回来了 我们 回来了 回来了 赵总员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赵总员辛苦了 都请经商了 回来了 快来 快来 幸福啊 来了 来来来 都请了 快点 快点 赵总员回来了 来来来 陈医院长 陈医院长 不是 你 你还没给句话呢 听着 行 教导员回来了 我找教导员说去 我带你去啊 不用 走吧 不不不 我带你去 不用 不用 我自己去 敢告状得罪的不是我 是营长 告诉告诉他规矩 行吧 你先让营长告状 你先让教导员报告 恐怕有点不太适合 那我吃的哑巴亏 就自己吞下去吧 孙伯 谁让你吃亏了 他 他 他说我是 对我的老人 也应该回来 尝看看大家 我就回来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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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没事 不都在你脸上写着了吗 有吗 没 我还 我还真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我 我先走了 胖哥 怎么了 没啥事 你们回来了 教导员 那我去霍厨 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兄弟们辛苦啊 辛苦 营长呢 报告教导员 营长这段时间一直在犯病 天佑 天佑 来了 给 别 别 是你啊 回来了 你没事吧 进来吧 要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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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真病了 还是 装的 装的 什么意思啊 一回来就问我是不是真病了 你的意思就是我在家装病呗 我没这意思 我一听说你病了我都急了 我一路小把跑过来的 不是你有病病了请郎中啊 你 行了 我没你想象那么娇鬼 老天眷过 藏住了 你真没事 没事 行 没事就好 营长同志 跟你汇报一下啊 独立营特别行动小组 圆满完成任务 别说了啊 这是秘密 你跟我说算什么啊 你跟我说那是泄露机密 以前是秘密 现在不是吗 以前是秘密 现在不是吗 你知道我们这趟宝贝的 杨先生是谁吗 谁啊 霍远 霍远 noche 行 你也放走 我这次去 你看那你 就是毛尾部 你会为了一句诺言 带着我这个政治上 不可靠的非党员 去执行秘密任务吗 不可能 你听我跟你说呀 你别说了 这点自知之明 我还是有的 还是老唐有经验啊 他跟我说 你和我毕竟不是一样的 他还说什么呢 没了 人家也是随便说说 你就一耳朵进 一耳朵出吧 想 那就不聊这个了啊 咱俩聊聊正事 三文部队 从古田开发以来 前面同志有指示 说让咱们 趁着红四军 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东风 趁着现在这种休整期 进行政治 还有军事的整改 明白了 但是 我们的队伍 现在人不到一半了 就会 怎么回事 春更 都回家务农去了 我是这么想的 李华诚 你先听我 我把话说完 我不在这段日子里头 你就这么闲散不对吗 我这 我这 我这不是病了吗 你病了也不能那么闲散 这不对啊 我说过 这只队伍一天都离不开你 你偏要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我能怎么办 你是营长不是我 你这话说的 我这营长不善知识吧 那你就拿我当个兵 你这是营长说的话吗 你还以为你是大少爷呢 行 我在你眼里还是个少爷是吗 那你看着办吧 营长同志 还有几天 什么还有几天 我这个营长 还能当几天 队伍一天没解散 陈天佑永远是独立营的营长 你别跟我演戏了 李华诚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这次回来就是想收拾我 为什么不直来直去呢 用炖刀的割肉 手段玩得好啊 陈天佑 叫我营长 在你没把我整进去之前 我还是营长 好 营长同志 我们俩人都消消气 他平静地交换一下意见 行吗 我的气消不了 我告诉你 李华诚 教导员 叫我教导员 好 教导员 我知道自己的出身 你郭敏正当地冲我来 我承受 说实话 在选择这条路之前 在这方面 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田佑 叫我营长 现在没有什么营长和教导员 只有两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在聊天 行吗 从小玩到大 还跟你混一本呢 但是我没忘 我忘不了你打小不顾 父母反对 拿我当朋友 你说 坐 坐着站着是我的自由吧 累死了 你看啊 你看啊 咱俩从小玩 别大老远的从小开始绕了 就说现在 就事论事 好 就事论事 那其实也算是一件小事 战士们都走了 回去务农了 营长病了 就默许了 但是它也不是一件小事啊 你要是这么干的话 咱们这支队伍就会变成 烂豆腐不是烂豆腐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 整个一个原始部队啊 我说错了吗 刚才跟你讲道理 你还挺不 干 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从小就没低过头 我不干了 平友 平友 小王 到 怎么了 教导员 照顾他 教导员 我们连很多战士都回家务农去了 我知道了 不用说了 你们回连队 把队伍稳定住 我去一趟苏维啊 快快 教导员 你要是不来呀 我还以为是队伍考虑到农忙季节 给战士们回家忙春波呢 没想到是他们自由散漫离开的队伍 我跟您说 要是在以前我也觉得这事不叫事 可是现在不是刚刚开完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吗 会议确定了 红军 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 武装集团这一性质 我们要是不管这支部队 让它自由散漫的话 那么中国革命事业 交给红军的政治任务 我们肯定是没办法负担啊 华生老弟 你这个话说得太有水平 太振奋人心了 这毛颜言说得我背的 这毛颜言说得真好 嗯 你今天来的意思呢 我也明白了 我保证 一家一户地去做工作 保证在明天早上之前 让所有离队的战士 全部归队 西头大姐 我还有个事 我想跟您商量 你说 好 我是农民出身 我知道 春波一物 全年无收 所以我觉得 战士们这次 离开部队回家务农 很可能是因为 他们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要是不把战士们 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 就算战士们回到了部队 那也是心里都有挂碍 他两头没潮落 你说得有道理啊 这样 从明天开始 湘苏维埃 就组织所有的男女劳动力 先帮居属春耕春波 我保证 一家都不会拉下 哎哟 西头大姐 您可真是解决了 我们的后顾之忧啊 这是应该的 你想想 要是没有了这支队伍 乡亲们怎么可能 分田分地 春耕秋收呢 又有谁来保卫乡 乡亲们的劳动果实 我相信这个道理一说 乡亲们都会理解和明白的 西头大姐 我替独立营的战士们 给您敬个礼 别跟着我 不跟着你 我去哪儿啊 回你独立营去 那要回外 跟你一块儿回 干什么呢 回来了 你家里头太脏了 我帮你归着归着 既然来了 那我跟你聊两句吧 好啊 聊聊你 李华诚 你去执行决民任务 说我没资格参与也就算了 你回来对我横挑鼻子 竖挑眼着什么意思啊 那些农民战士家里 没有劳动力 要回去忙春耕 我能压着他们不放 就让他们挺那么慌张 对 我看你啊 还是拿我当大少爷 抬脚 抬脚 你别扫了 这干完完了 我跟你说 既然这样 那我还赖在营地 当这个营长干什么 我这不是猪杠搭桥难过吗 还不如史克朗搬家 自己滚蛋呢 天佑 我这趟来 我就跟你说两句话 说完我就走 行吗 赶紧说 说完我二跟他倾讲 上午呢 确实是我皮气有点急 我把战士们离退的责任 都归给你了 后来我想了想吧 确实是不应该的 这 来 我跟你真诚道歉 对不起啊 一句说完了 说第二句 那什么 我知道你一直在看 共产党的进步动物 这回我给你带了一碗 好好看 看完之后 我相信你的思想 一定会有转变 什么时候归队 你不着急 有你确定 九号 过来 营长离退这件事 只限于咱们三个人之上 不许往外传 听见吗 放心吧 放心 没事 对了 战士们今天晚上归队 我先回去准备准备 等着你啊 我先回去 潘哥 我没觉得这事有什么错 就是呀 我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这唐教官 他听不进去啊 他还把人给光了个三天三夜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把这精算满 给放出来了 这不瞎胡道吗 去 把唐永龙给我叫来 这要是我去叫他的话 他肯定知道 是我向教导员 报告了这件事 我害怕 你怕什么 这件事你做对了 你还怕他写词报复 去 我应该回去了 教导员 好 我终于可以 终于回家了啊 雯志们 上来 上来 上去 教导员 是吧 回来了你们 回来了 就 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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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们几个家里没有劳力 所以我们想着回去 抢几天龙活 没关系 理解 那大伙儿为什么又回来了 湘苏维埃政府主席 已经把我们家的活都包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安心归队了 是 湘苏维埃政府主席 把大伙儿的地给包了 是 是 是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那湘苏维埃政府主席 为什么把大伙儿的地 给包了呢 那希望我们 安心待在部队上呗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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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大伙儿都明白了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咱们红军的政策 是不是 是 是 赶紧去休息吧 明天还得训练呢 好的 教导员再见 好的 教导员再见 快去吧去吧去吧 红军是执行革命的 政治任务的武装计划 这句话厉害啊 毛也说过 这才是咱们区别于 别的队伍的根本所在 什么 执行了一次绝密任务 回来给我上诚之课了 这哪能啊 我们哪儿懂啊 这都是教导员教的 不过我看决议上说到好多问题 我们读着应确实存在 我们读着应确实存在 嗯 这次我们从古田撤出来的时候 就听那些老红四军的同志们说 咱们这次会议主要就是为了找到 咱们红军的 性质 看我干什么 我怎么跟你说的 说什么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帮我接言 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 我 我知道 那你怎么做的 你自己藏什么了 我藏 藏什么了 拿出来 你竟然还戴身上 你居然还戴身上 我这发现有人都忘了他 我我真准备去告诉教导员呢 搞他干什么 让他高兴啊 让他高兴 他可不高兴嘛 又抓住我一条罪名 你这次又经历了一次考验 证明你赢了 他一定会问你高兴的 你们俩在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 这一路上 他没少说我坏话吗 他确实提到你了 怎么说呢 他说 现在您已经是党员了 但是天佑呢 还没有入党申请的意愿 这已经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了 但是我又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咱俩得一块 把他这块心病解除了 让他尽快成为咱们组织内的营长 就当是 你帮我一个忙 这就是他说过最坏的话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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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田会议决议指出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保佑地 马上就在独立营中有了体现 最狠的 就是部队里边打小爆个的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一个火夫敢告我的状 今天教教你怎么尊重长官 唐云龙 你以为我后处没有兄弟了吗 我娄胖子 今天还真不认识个疯 来 齐勒 让我看看你怎么不送 胖子 别打胖子 你们脚拉开 你为什么欺负他 你是他兄弟吗 是 你为什么欺负胖子 就打他了 怎么了 林公辰 你是土匪吗 你们这是把旧军阀的旗席 就给带回来了 他受罪 你们是土匪呀 我们个个都是汉子 凭什么欺负他 要不然欺负我们 对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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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闻到点男儿血腥的味道 我 有一个 算一个 全上 谁跑 谁是狗 赶走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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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挑拨离戒 扰乱军心 作为教官 我必须做出应急处置 郑军会 什么 是吗 下边我宣布 暂停唐云龙同志的一切职务 你说什么 什么时候恢复你的职务 要看你认错的态度 你一个教导员 营长不在 凭什么扯我扯 我说的不是撤决 我说的是暂停 如果你不认识错误 我会提请独立营的党委会 做出表决 那个时候再商量 是不是撤你的事 营长 你都听我念了 得替我主持公道 我认识错误 我认识碰 我认识碰 这是我们的伙计吗 澳大 我就闹点不愉快 这怎么能叫滑变呢 子弹的地上火了 我同意教导员的决定 暂停你的所有职务 如果还不认识错误 坚决撤销 彭运龙一切职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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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这是哪儿啊 小时候我跟我表哥 还有那个长工的儿子 我们经常在这个院子里玩过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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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让照亮了黑暗之路 让勇者无畏依赴黑暗中摸索 苦难中负重 绝境中脱路 会有谁沉默退出 醉火成刚正常 我们开燃已赴 哪怕心生一切 我挺身而出 这是密游之路 我们前途后继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光明 随火成刚正常 我们前步后继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光明 随火成刚正常 我们开燃已赴 哪怕心生一切 我挺身而出 这是密游之路 我们前步后继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光明 光明 光明 只为了那天 走向光明 然之路 只为了那天 走向光明 MING!